寒假开炮 大人小孩满怀期待 登机报到柜台前早上不到10点 已经大排长荣 目的地 很多春节各县的行程 都已经算是销售一空 只剩下零星的位置 目前出国的人潮很多 确计如果要出国 一定要好好打完疫苗 特别是次世代的疫苗 尤其邻国日本正面临第八波疫情席卷 一个半月来死亡人数累计1.2万人 不得不谨慎 随着我们上次感染 还有上次疫苗时间已经隔了太久 那又有些年纪比较大的人 他可能记忆免力都比较差 因为他的T细胞会随着他的胸腺萎缩 那能力变得更差 你期待多久 你说2020年去大阪到现在 期待两年多的行程 一家三寇终于如愿 但也不敢松懈 盖带就N95都带了 手机也都带了 带多少 十天的份 你打几季了 四季 三季 三季 老朋友三季 大人都四季 即使以前曾经感染过 也有可能再度确诊 只是比例大概在5到10%左右 还是要小心 尤其是推荐说 每半年就接种一次 那这样子其实可以把 你在六年之内的累计感率 压低到只有10%左右而已 就六年之内 你几乎都不会再感染 适应后疫情生活 跟流感一样 定期施打疫苗 成了保护之道 大一新闻 萧志杰田志忠 送个报导 本集完